歡迎收看 等一下 不是我嗎 她跟你談的內容是什麼 其實很重要的 不能沒有我的一個角色 從頭到尾都有妳嗎 也有妳 所以妳知道妳的彈中跟她談的什麼 可串啊 可串 可串嗎 可串啊 對 可串很多場 正所謂寄生魚何正亮 這個史詩級的場面 咱們自尋姊姊低答得聊 小微森強烈猛烈嗎 趕快回到現場吧 可是很有可能 妳的姊妹她可能想要 跟妳大講別人壞話啊 下次約S出來 我算是愛講別人壞話嗎 是 是 而且志玲還有一個很好的習慣 就是她約出來吃飯什麼 不太難約 她有事就有事 然後妳撞...妳撞日子說 明天晚上行不行 萬一撞到了 她也就出來 她不會有那種說 這麼短暫的臨時約我 我不要去這樣 我好像上那時候大S的手印 我隨便搖一搖 她就真的答應 所以如同妳先生所說 她沒有把自己當巨星 所以 真正的巨星應該是布萊德比特吧 就是Angela Jolie那才是比較巨星 所以她是不在場的明星當中 陳漢有模仿次數最多的嗎 應該是吧 基本上應該是 怎麼可能 你有那麼多機會模仿志玲 好像有耶 就是有時候 只要有美女的單元什麼 我都是志玲姐姐的 然後也是模仿最成功的一個角色 你當時做林志玲主持的節目 你有沒有覺得她主持起來很吃力 我只能說康永哥很用力 主持活動是小S要出場前 你會用很誇張的方式來 歡迎她出來是不是 讓我們歡迎 東南亞最具影響力的天后 東北亞無人可以跟她比擬的天后 掌聲歡迎小S 這樣 那如果是林志玲要出場的話 讓我們歡迎 台灣第一名模稱號的女人 她只能讓林志玲稱霸東區而已 今天來到我們台灣 想要見到的是哪位藝人 對 很好的朋友 三志玲 剛剛那段訪問應該算失敗吧 沒有 竟然問出那麼不吉祥的答案 林志玲 你這一輩子還想見到她嗎 被人最近停機多久 沒有 停機多久 大家都答的耶 連記者會都會被問到這種問題 對啊 林志玲也搶著回答 你搶著嗎 問我... 一年半 那你覺得林志玲幾分 90分吧 林志玲90分 90分 你面具不用拿下來了 她很漂亮 她都比林志玲還要漂亮 她要... 再來我們再登錄這句話 可是現在房間很多人都自稱女神 我就是很不開心 可是... 好啦 林志玲 她會說妳有看過林志玲 吃完飯打嗝嗎 對 妳是不可以的 林志玲吃完就她一直打嗝啊 對 雞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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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 很多人出來了一下 全部 就是林志玲本人 有禮拜到一張笑 對 妳像林志玲嗎 就是有時候拍照的一些角度 而且像我一天到晚說林志玲壞話 蔡康有跟她還是很好啊 所以... 雙雞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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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 其實你也很像啊 其實我是志玲姐姐 妳拿著馬幹嘛呢 就是某某 某某已經長大 現在可以騎了 我是志玲 因為我跟... 我照片跟本人也是差很多 很像啊 一模一樣啊 真的 看照片一模一樣 我一看就知道是林志玲啊 那我就信心接受了 你今天是模仿林志玲對不對 是啊 我是模仿林志玲 好像喔 我沒有看過這麼... 我一亂微笑得很好耶 我給你們看 謝謝... 我是志玲妹妹啊 我是她的乾妹妹啊 我所有的髮型 所有的美妝的這個概念 都是超她的 這一點我是相信啊 對啊 因為我一姐二姐 你跟林志玲非常像 你今天是誰 我是志玲姐姐 好像喔... 對啊 終於有一次像的 給我一半 對... 很像喔 我現在講到那個演出 對 因為此之一 很厲害 聽說妳的上次 妳有這麼開心嗎 有啊 是在攻擊志玲姐姐嗎 EQ是由您來養成的 養成現在我的EQ 記者每次去問說什麼 她有講妳什麼什麼這些 妳都有想好要怎麼回答嗎 沒有啦 如果是S... 就像她剛剛講 我覺得她每次開玩笑 都是有尺度的 對 妳聽得出來 我不是真心要攻擊妳吧 所以妳是大便還有齒 就是... 我們是說妳像大便 我們是說大便像她 妳是這樣子 因為我如果說林志玲像大便 這就是妳真的很沒禮貌 可是我是說今天這大便的形狀 像林志玲一樣那麼長 那是一種勾圍 OK 勾圍 所以我心中最長的代表 就是林志玲啊 對 所以只要看到任何火車很長 謝謝剛剛都是林志玲 林志玲 對 不會...不會在乎 所以如果她在那邊裝可憐說什麼 如果志玲來了 她就要躲到角落去哭什麼的 妳也知道她是在開玩笑 當然 可是有沒有人... 有沒有人傳話給妳的時候 是帶有一種 就是說她又在講妳壞話 妳看她多討厭妳這種 沒有 我覺得大家就是 太喜歡妳罵我這件事了 太喜歡妳虧我這件事 對不起 請繼續 一個這樣的美女被消遣 是很好的事情 因為大家就知道 根本就事實不是這樣啊 而且就是表示說 她真的很有涵養 如果我就說你看我的大便像阿雅 大家就會說 天啊 妳講話也太過分了吧 會... 妳知道這個尺度的拿捏 所以就是因為她的條件被攻擊 是OK的啊 就知道我在講反話 對 因為她也不太會抹黑自己 所以由別人來嘲笑她 這樣很好 OK 所以世界上只有我一個人 一直在講妳壞話嗎 因為別人做這件事會很突兀吧 就是別人這樣做會顯得別人 好像有點分寸拿捏不好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妳可以做這件事情 要做得剛剛 因為如果是 妳就怕這是中肯 對啊 因為如果是我條件很差 然後情感也不順 又再攻擊她 別人就覺得 我是帶著恨意 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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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得很怕 可是我不相信妳原來想過這件事 妳應該就是本能的要攻擊她 所以她 她是唯一公開這樣 可是妳常常會背後有中案件嗎 常常 常常嗎 不是 妳說中案件 就是常常聽到就是 人家不是躺著中槍這樣 就會故意講妳的壞話說 對啊 然後 所以我這種不算案件 我就是... 明件 對啊 對啊 妳中案件是會在那邊 自己在那邊仰天常態說 幹嘛要惹我 不會啦 沒關係 完全沒關係 中案件也沒有關係 就S說的話真的沒關係 如果... 是真的案件喔 就是某一些現在有一些那種 非常惡意的啊 或是不真實的話 我就會生氣 可是像S說的 我覺得我完全... 不會啊 因為我講的都是可愛的啊 對啊 她如果接下來不演戲 想要定下來 她不是應該很適合主持節目嗎 很難 主持真的不好玩對不對 妳覺得 我太難了 我一定問不出來什麼 她沒有樂在其中 因為調侃別人是需要自己 覺得很好玩的東西 對啊 對啊 妳如果看到別人明確的整了型 妳不想要問問她嗎 我會私下跟我的工作人員講說 那也太不一樣了吧 所以妳還是有這方面的知覺嗎 會啊... 會啊 可是講完後就算了 對啊 不要當面講了吧 OK 可是她應該自己很難過了吧 那個整形的人自己很難過 不會啊 是不是她覺得很好啊 這是我聽過妳有史萊 講過最惡毒的話耶 什麼 她自己很難過嗎 對 就說她自己整成這樣 已經夠難過了 她就... 妳現在很高興是不是 對 幫妳看有黑二蜜嗎 就是很真實的一句話啊 對 所以她也是會覺得別人很慘啊 就是弄成這樣 搞成這樣 我先搞清楚 這個是人品還是這個是... 就是她真實的一面 因為我本來以為 她連誰整形這件事都看不見 她看見了 而且她替她感到難過 對 那妳呢 妳會看到別人整壞了 妳會替她感到難過嗎 感到開心 就覺得 妳也有人性啊 可是好精采 完了之後 我還是會有非常人性的解破 我就想說 她會去整形代表 她是一個很愛漂亮的人 然後最後結果竟然變這樣 她接下來的人生要如何面對 就是我會有想這麼深沉的人 然後想完這一面 會立刻去跟人家講她的壞話嗎 對啊 所以她還是需要跟化妝師 講一下這件事情 對 還是會啦 所以涉及美的部分妳是會 妳是有勇氣開玩笑的 會耶 所以看到女明星突然發胖很多 妳會在心中想說 我會自己警惕自己說 如果我真的哪一天胖了又老了 我就不要出現在大家面前了 這麼嚴格 所以妳沒辦法接受自己 變不好看嗎 現在好萊塢明星真的也很... 把大家逼很慘耶 有一些上很大年紀的女明星 都還是身材 對 妳看 就是有幾個資深女明星 都還是瘦的耶 沒有人真的胖 發胖都是男明星才在放肆 就感覺妳自己會希望自己 盡量把自己的狀況keep好 可是我覺得現在的社會心態 好像是老了 是一種罪 或是怎麼是一種罪 對...那我覺得這樣不太好 林志玲才剛勇相約出遊 小威瑟當場出難題 妳有跟她出遊一起三年落 有 我們有一次 妳不是因為公司是真純遊遊 真的有 我記得是夏天 妳工作12年 我從來沒有去旅遊過 因為妳永遠都有家人的 對 好啦 我就簡單問一句 我跟林志玲掉到水裡 妳不記得 這個不簡單 這個不簡單 而且我們兩個都是不會游泳的 為什麼要為難我 為什麼 所以妳要休息了嗎 我自己也怕他去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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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讓大家久等了 最新興奮的爸爸俊兒 第三季終於來囉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我的爸爸是個老外 你是我的傻爸爸 大家都叫我什麼 我華科 爸爸說的最多的一句話是什麼 說我 我媽總說我爸很帥 可是我覺得他像個肥猴子 我的爸爸叫寶哥 他經常欺負我 我的爸爸叫大肉包子 一個肉包子怎麼可能修好一台車呢 時尚最可愛的昏雪萌娃 地表最強全新組合 爸爸去哪兒 第三季 中評宋恨台 敬請期待 妳會很討厭別人提妳 報導的時候提到妳年齡嗎 我覺得是今年 大概每一篇報導 都會寫我的年紀 我想說今年趕快過吧 真的很可怕是不是 因為過了這個 應該大家就不會一直把年齡和 就四十歲的林志玲 四十歲的林志玲 就每天報導 可是 妳四十而已喔 對啊 就是會一直提 妳真的很賢 妳... 她真的... 她講這一點她已經受夠 然後妳還要這樣子 找個台階讓她下啊 不過當時她二十八開始 踏入這個工作 我就有在想說 她很快就得面對這件事 妳當時自己... 妳過三十那關的時候 有一個關... 妳覺得有一個關卡嗎 覺得說... 三十...不會 我覺得三十是 女孩子青春很美好的時刻 所以是今年這個 會讓妳有一點介意 有一點 像我... 我到四十之前是很... 很焦慮那一種 會嗎 就我不是那種說 漂亮那件事情 是那個 覺得四十簡直就是 就根本不應該活到 這個時候這種 我就會 覺得那個數字對我來講 是一個抽象的可怕事情 妳有嗎 我為那個恐慌了很多時間 雖然我沒有表現出來 可是我挺恐慌的 就覺得說妳怎麼... 妳既然可以活到四十歲是不是 或者說 妳都面對這件事實 然後妳都面對四十 然後妳做到什麼 就是這種 人生的成就夠不夠這類的嗎 就是對 會把自己逼很緊 沒有啊 誰沒有啊 可是妳不會三星半夜 哭著打電話給別人 講妳的心事啊 因為知道妳又不會把我變回三十歲 跟妳哭有什麼用 所以妳有講心事的人嗎 對 就是回不去 我像現在這樣講我很OK啊 就是過了很久講都沒問題 當下如果有人問我 就當下我在恐慌當中 如果志玲問我 我一定會跟她講說 我好恐慌 我快嚇死 我怎麼會四十 就會講 可是如果她不問我 我就會想說志玲恐怕 自己有很多煩惱 我在哪就是煩她很可怕啊 所以就是年紀這件事情 是妳現在覺得很沉重的一個感覺嗎 就會覺得真的太快了 而且拍...尤其拍電影一拍 就拍掉個半年什麼的 妳真的時間就會這樣過去 而且當然也看到 就是大家都這樣組織家庭啊 小朋友就覺得說 好像缺少了什麼 對 我覺得這個原因會使妳不能主持 因為他們在煩死 他們就一直談孩子跟婚姻生活什麼的 所以看到別人一直結婚 然後生小孩 這件事也給妳壓力 不要說她連我都有 我生小孩妳有壓力 不是 就是我一直... 你知道妳沒逼到我一個臨界點就是 反正有一個女明星 有一天連一個女明星 某一個女明星都變成媽咪的時候 我就說我的媽啊 我真的受夠這些媽媽 就是大家都生太多 然後就我就覺得 我不要再聊這件事 是不是大S生了 妳已經覺得差不多極限 然後後來范范右手 我就會想說 哎呀 連妳都來這一套 對不對 所以可以想像 那個恐怕是一個跑不掉的 會 會存在 妳還去同學會嗎 會啊 妳還去同學會 是啊 可是妳去的心情是想要 給別人看說 妳看我保養的是最好的吧 沒有啦 不會... 因為妳的同學一定很多 很多老話倒不行啊 因為大家都很早結婚 其實同學很多 很多老三老 不行 真的 可是我們同... 很高興嗎 還是妖精嗎 我們同學都有在看喔 這樣有什麼好高興嗎 我們同學很神奇的 一半是早結婚 另外一半其實都是未婚都單身 所以班上有一派是妳這一派對不對 所以... 那還好 對 可是幹嘛去同學會呢 為什麼不呢 所以妳是一個念舊的人 可是去了別人 我的好朋友都是老朋友 對 所以沒有演藝圈的新的姐妹頭 當然少 妳有...妳有女明星的朋友嗎 要真的掏心掏肺 可以講心事的 我覺得沒有耶 女明星 對 應該算蔡高雄吧 妳看我 我剛才差一點點 不是 妳是女明星嗎 我怎麼沒有被列入女明星 妳有被形容過是男明星嗎 不是啊 對 怎麼知道妳搭檔的男生嗎 所以妳在拍戲的那些時段當中 有一個人跟劇情無關的 就是在旅館裡面會開始 一個人喝酒落淚這種時刻嗎 大部分都是因為和人有關 那人當然可能包括家裡的事啊 或是愛情 可能不順 就會某一陣子會自己 把自己關得很...很封閉 那時候會希望有人去救妳嗎 會 要怎麼救 就是會說我去看妳還是什麼 就如果我跟妳抱怨的話 妳會安慰我 可是真的要走出來還是自己對不對 或者我就會說 我們去哪個地方旅行三天 逼妳空出三天去 我覺得get away是件好事情 先讓自己抽離一下 她還挺好 三天這種她還挺好抓的 妳有跟她出去旅行三天過 有 我們有一次 不是... 妳不是因為工作 是真的純旅遊喔 純旅遊 然後我記得是夏天 妳工作十二年 我們從來沒有去旅遊過耶 因為妳永遠都有家人啊 對 妳沒有辦法一個人心態 那單身女孩子比較好約 可是妳怎麼會想到 要約她去旅遊呢 妳一定是要幫她接受男朋友對不對 對 對 我沒有啦 她在妳心中的地位 其實比我想像中的高很多 沒有人能夠跟妳比 所以她跟我學比較重要 好啦 我就簡單問一句 我跟林志玲掉到水裡 妳都自己說 這個不簡單 這個是最難的 而且我們兩個都是不會游泳的喔 為什麼要為難我 為什麼 我跟妳們兩個是有婚姻關係 為什麼要為她接受 這一集我很驚訝 妳原來跟她有這麼多秘密行徑 妳們有聽到嗎 她的生活空白很多 妳的生活天真滿滿的 所以妳要救誰嘛 我自己也跳下去 妳要反了 三個人都算了 救死了... 所以妳這一切的總結 包括妳說妳想要不要再那麼奔波的拍戲 什麼 是我們剛剛問到所有事情的加起來 妳得到的結論 就是妳希望接下來生活安定一點 輕鬆一點 然後至少有一個月的假讓妳修 必須 那妳那麼想要一個代表作 妳應該要對劇本更... 嚴格對不對 嚴格是不是 對 我覺得 所以妳現在還可以把自己的拍戲量減少 然後多一點時間去... 吃到好的 精的 然後多一點時間去旅行嗎 對 旅行 或者談戀愛 生活 我覺得談戀愛需要時間耶 妳真的不能一直在拍戲 對 所以妳現在的戀愛對象 可以是外籍人士吧 現在可以 可以 那就放到全世界了 就好很多對不對 好啊... 所以現在還是零嗎 零 現在還是零啊 這...你們最清楚了 不是... 所以等一下錄完到化妝間 我問妳 妳也是不講嗎 錄完到化妝間我可以講嗎 可以啊... OK 她本人可能都會... 會跟我講 對 所以... 妳現在... 妳看到我們回顧妳在康熙這些東西 我以為會剪出一些更厲害的 我會叫他們再找一些別的東西出來 還有是不是 她今天只放了一點點進來 不過還是要講說 妳真的十二年來沒什麼變耶 也是啊 對 妳們真的都跟當初一模一樣 也是啊 因為我每次遇到她 我都想說 希望看到她眼帶很深 可是每次都覺得她狀態真的還 維持得滿好的 妳有在檢查她有沒有在動手腳嗎 好 要回答我這一題 不知道今天看起來很快 我這句話還講真的耶 這不要聊別天的事情 好 好 所以真的 長期十二年來就是很多明星 我們等於是在節目裡面 漸漸建立友誼的 那個信賴的關係 其實也是靠著這樣子 互相開玩笑 就是覺得對方很開得起玩笑 才好意思跟對方做朋友 所以志玲是當中的一位 然後 我當然很高興聽到她要開始過 比較輕鬆 然後把生活中心放多一點 到更個人的部分去 然後就 我更開心聽到這句話 我吃完就好好休息 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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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遠的玩笑話 我也誠心的感謝妳 一直不斷在你們的節目中 想到我 所以要假裝擁抱一下嗎 我覺得必須 謝謝志玲喔 歡迎 好油喔 大家還是油對不對 好油喔 嗨喔 好油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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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來賓他們希望在節目裡面 提到他們的新的作品 不管是舞台劇還是初心專輯 或者是演唱會 不過今天有一個很特別的事情 是他要在我們康熙來了提到 因為再不提就會來不及 就是 要宣傳他的孩子 所以這個 這會不會太危險 就等下萬一我們錄到一半之後 他就開始生怎麼辦 你是這集錄完了 隔兩天就要生了 我明天就住院 後天就剖腹了 然後我們就說那康熙 你要不要去上 然後我說要…去上 就是生之前趕快再錄最後一次 妳現在狀況是Hold得住的嗎 Hold得住的啦 可是妳如果太信奉會不會就破水 對 所以如果真的破水的話 等一下如果大笑的話妳會生嗎 我希望不要啦 我真的很希望我們節目 之前可以看到有人 親自生產 而且我就想說 現場 生產不新產 那就半年還榮譽症就是以後 對啊 飛機上生小 可以一輩子坐飛機都不用錢 然後我想說那我在康熙生小 我就一輩子可以上康熙 可是你們要停了 我就覺得 妳就可以一輩子 自由地進出中天電視台 對 妳還不錯 這個福利是要幹嘛 所以我們今天 因為鍾欣寧這麼支持康熙 就願意在我們這邊獻出 她即將要生產前的 上我們節目的機會 然後我們其他也邀請了一些 有不同的理由 她們說要再到這邊 來看看我們的這幾位 好 歡迎各位你們好 歡迎 好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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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來看我 你不是被逮捕了嗎 因為她有順利飛到美國 你是抱著什麼心情要來啊 聽說你們要結束這一代 對 然後我會覺得 這一代是一種歷史 就是一個傳說 然後我也有參與過 雖然我一來 我以為我是常來的人 但我來看我是最少 你是最少的人 對啊 她跟12月要出新專輯了 可是12月我們不在 最大 提早來宣傳 其實也不會出專輯 我就是跟一個兒童音樂結合 新創作還是舊 新創作的所有兒歌 聽說妳要來康熙 是因為妳覺得妳有參加到那個 江蕙的封邁演唱會 所以妳要來康熙封邁是不是 不是 那個在雷稿的時候 她問我為什麼 我說康熙在我心目中 就像那個江蕙一樣 她是一個時代的一個場物 然後是很經典 然後如果我沒有來參加這個經典 我會覺得很遺憾 是 所以妳是江蕙的結束演唱會 很多場中間的其中一場的嘉賓 對 妳知道我是什麼嗎 妳是結束啊 倒數第二場 江蕙演唱會就是真正 最後一場 最後一場 不是最後一場 因為她最後一場留給她自己 所以她沒有請嘉賓 她是最後一個 妳是所有請的嘉賓中間的壓軸 前面有張學友啊 阿妹啊 本來壓軸是我 然後後來妳臨時 就是又變 好像她臨時找妳對不對 所以是 沒有 她們都一直說我是壓軸 所以江蕙是在康康和妳中間選一個 沒有 她就是說 一定要小孩子當壓軸 因為她希望氣氛不要太悲傷 然後但是又要能震得住場 還是要有巨星地位 所以妳現在變成了一個終結者 就是妳參加 妳參加會都會結束 然後Melody妳來了 妳是...妳真的要來我 我當然要來啊 我們節目跟你沒有很深的淵源啊 沒有 S 妳跟妳講這怎麼辦 怎麼 我跟妳互相翻白眼 我很想念妳 我...我當然要來Say Goodbye啊 Yuno 沒有 Yuno 我們自己的感情是很深的 她說Yuno是為妳設計的 是嗎 Yuno 是啊 Yuno 為什麼他也是... 為什麼黃麗誠也是ABC 可是他不會一直說Yuno 對啊 我不曉得我看到妳 我就想講Yuno 我看到妳我就想講 她來得很少耶 她2005年就來了 我們等一下要看回顧影片 可以不要看二兩五年 妳當時是以誰的女朋友的身分來 沒有啊 沒有 沒有 這是以女朋友 桃子 我們等 Jeff 所以她是桃子的女兒的時候 妳認識她吧 對不對 我們認識很久了 妳可以講的時候可以 我18歲就認識她了 好 那妳怎麼沒有考慮她 我認識她的時候我已經 對 我跟你講 男性沒有什麼好不能講的 我無所謂 18歲就跟妳好長 沒有...大概20歲 好久有一首歌是寫給她的耶 對 不是... 我跟你講那首歌 剛開始不叫Melody 叫Sara Lee Sara Lee Sara Lee 妳是說那個蛋糕品牌Sara Lee嗎 對 叫Sara Lee 我是Sara Lee 我不知道 反正她以前在唱 我現在是怎麼樣大爆料 反正最後一題無所謂 我來到Sara Lee 我從來沒有提過妳剛剛講的 妳是說但那首歌本來是寫給另外一個女生 後來她跟你教我們 沒有 那首歌的押韻 那個時候叫Sara Lee 因為音樂人寫Demo 都是先用押韻來押嘛 所以她就隨便抓了一個蛋糕 所以她不是為我寫的 她就是一首歌 Melody 妳的心情是說 人家都在講說 她獻了一首歌給妳 可是妳的心裡面知道 那歌是獻給某個蛋糕的 對 Sara Lee 這個祕密 20年後我講出來 妳的書唱銷了 恭喜妳 謝謝妳 彈彈哥 謝謝 所以是那麼多婆子想要跟公婆鬥爭 就對了 也不是 那個裡面有講很多 那是閉嘴放空微笑 是在講兩性之間啦 比較多 所以婆婆有認清妳 是什麼樣的人了嗎 妳知道嗎 我婆婆看完這本書 妳中文都在講妳知道嗎 她沒有 只有跟我討論 我出了三本書 這是唯一一本 她沒有主動找我討論 所以她一定是看完 心裡有不舒服的事情啊 可是後來我也太忙了 我也沒時間問 因為她看妳書名她就知道她要放空 她不能夠再給妳討論 我裡面真的寫我婆婆寫得很好 沒有寫不好 剛剛提及舊情人 沒有那裡 黃麗成也被拖下水 我回覆會出事耶 為什麼 出現前驗情 對 怎麼了 就尷尬了嗎 不會啊 我覺得也那天就是大家都要 只是因為我們沒料到 有這一段忘記的人 對 對 我好像還忘記我曾經有過這一段 正好忘記 分手分得最愉快的代表 應該是很密切吧 對 對 她愉快到就是分了手 還幫她處理的去跟一起 沒辦法那麼愉快的分手 在參加康熙之後 開始自己主持節目還有梁鶴群 請問妳 妳開自己的節目跟萊康熙有關嗎 有耶 最多手上有幾個節目 還滿多的耶 那時候 然後妳太太還沒有要升 預產期是二月底 OK 對 恭喜 恭喜 她剛剛好像在化妝間 一直抱怨她太太的事耶 什麼 她就跟那個鍾慶林講說 我太太最近越吃越多 肚子越來越大了嘛 其實食量增加是正常的嘛 要多吃… 康康一開始來 似乎是兩級的來賓耶 專長 有可能嗎 妳2004年來是一個人來 就是帶一個小本子嘛 做全上下兩級嗎 我… 一級本 如果兩級的話 是因為我講話比較慢 好… 我要看康康來康熙的片段 那妳生活會不會壓力很大 要一直抓小點 那妳有小筆記本 要這樣寄下來嗎 有啊 真的假的 我今天好像有帶 真的啊 這裡面就寄下 妳覺得好笑的東西是不是 對… 這個我用天褲子 就覺得還滿好笑的 女老師坐公車 還出車會也太衰了吧 因為她坐公車嘛 然後公車不是 然後她習慣了 然後下課 然後剛好那個開公車的 她以前當過班長 然後起立 然後起立 敬禮 然後… 到底有沒有辦法可以在一起 沒有啦 妳有 我就不追了喔 沒有啊 沒有辦法容許 那妳容許她追嗎 可以啊… 真的嗎 那妳覺得她追得到嗎 我覺得她可以 因為我覺得康康哥有不一樣的才華 妳為什麼可以 不是 那我可以追Selina嗎 對啊 可是Selina在我們節目說 喜歡妥中康耶 對啊… 所以我現在是沒有... 所以我們演藝圈是請假賣賣 好嗎 好可憐喔 這是楊草寧真的哭聲 這是真的嗎 真的 在做DEMO的時候剛好吵架 然後就... 然後楊草寧都不知道妳正在錄音 不知道 那錄完之後妳有沒有立刻打電話 給她安慰她 沒有 我就第二天播給她聽 她就一直哭這樣 然後她就說 她要版稅 對 過... 我們就有出所 白馬的死命 空間隔暴間 我們的死命 不斷錢 莉莉怎麼辦 我真的比較喜歡她的表演 我覺得很有現場魅力耶 我們怎麼跟有人交代 可是我以前聽說她跟妳好 我真的誤以為她是要追Makio 其實有 所以媽媽沒有幻想過 剛剛是在追妳 不可能吧 高大哥第一天 那一天她就打電話給我 她已經弄好 她又跟她太太吵架 她弄好又回去 她太太說 講話了 所以我如果去敲妳房門 妳也願意花一個雪茄的時間 跟我講嗎 房門打開就好嘛 那妳說 請問緊張先生 上海的人口有多少人 我不知道 那請問你 覺得妳老婆以外誰最漂亮 我不知道 不要再問了 我會緊張 我會緊張 對… 妳現在想到票房是有壓力很大嗎 其實還好 因為那個S的老公 又給我包了十場 所以要來這邊謝謝 有情有益 好啦 我老公 因為我已經叫他乾爹了吧 我老公最近經濟壓力很大 因為又要包他電影 要買我專輯 我回覆會出事耶 為什麼 出現前驗情人 對 對啊 你沒料到這件事吧 那個錄音那個嘛 楊的那個 楊巧寧那段 對啊 怎麼了 會尷尬嗎 不會啊 OK嗎 你在台語OK嗎 對啊 所以那個 他好像也結婚了 也都很幸福啊 是嗎 我覺得也那天就是大家都要 只是因為我們沒料到 有這一段忘記了 對 對 我好像也忘記 我曾經有過這一段 正好忘記 那那首歌也算是獻給他的吧 對 那個歌比歌名還要慘 那個是整段告白 對 所以現在不可以聽那個歌了 也不會啊 不會啊 可是當時你們鬧得 是很不愉快嗎 也沒有不愉快啦 就是分開然後 結果他就上很多節目 去講我的不好這樣 那有什麼好愉快的 那我沒有上啊 我都讓他講這樣子 分手分得最愉快的代表 應該是黃立成吧 對 對 他愉快到就是分了手 還幫他前女友出專輯 還有按摩 開按摩店 好好喔 對 當時KID來的時候 是以CIRCUS的團員來的 對 那時候都是四個人 一起來 我們節目也算是見證了 他們團的組合 然後到解散 到鬧翻耶 可是他們始終沒有一個正式的 說大家鬧翻的發表 或是現在鬧翻 沒有跟他來開玩笑 還是好朋友啦 沒有啊 我記得好幾個人 都來節目中說過其他人的壞話 對 他們是分散來說的 然後就是如果要剪的話 可以兜成一個懸疑推理 就是到底是誰搞的這個團結 我們以前來上高興真的很痛苦耶 都會先事前先約咖啡廳 然後就是Re說 等一下如果康永哥或是S姐 問這一題的話 我們要怎麼回答 但是你們 然後我們所以來的時候 都不知道怎麼回答 你們那時候最怕被問到什麼問題 任何問題 因為那時候Leo就要求說 我們每一個回答都要有梗 都要好笑 他最近被拍到 跟別的女生在一起對不對 我 有嗎 沒有啦 所以你還是跟許維恩喔 沒有啊 許維恩之外 你有跟別人交往了嗎 我最近就都沒有跟誰交往 只有 對啦 就是沒有被拍到 身上穿的是他的新推出的品牌 就是把KID的三個字母 反一個方向變成一個符號 一個笑臉 對 然後 有很慶幸我們把話題 轉到衣服上嗎 謝謝康永哥 謝謝小姐 最後一集你們真的很好喔 不是 我很好奇 因為上次許維恩來的時候 他說他要先暫時停掉演藝工作 我想說他會不會是要幫他 好好做這個衣服的東西 有這個 也不是啊 因為就是我這... 這個事情是我完全自己弄的 他...我記得他就是因為最近 可能身體有些不舒服 所以他就覺得 他先休息一下下這樣 OK 這種事我們都不知道 對啊 我們知道他身體不舒服 不知道啊 我跟他好朋友啊 安慰他 買一些補品給他吃啊 對啊 要顧好 為什麼 陳漢典開的黃槍都被剪掉 而康康開的黃槍都會被留下來 當回顧...當回顧中間 他今年也有一些擦邊球啊 因為他的黃槍不會得罪 對 這次重點 這一次重點 這一次重點 快會掉 劉克群頭髮運超旺 鍾心靈哪壺不開啟哪壺 他當時有被馬丟 和王妮強 可是那次你有開心嗎 那次真的很開心耶 那是我長這麼大 就是第一次有那種白馬王子的感覺 不過當製作人應該對女性抵抗力 更強 抵抗好 她也是 愛過幾個女女性嗎 真的嗎 我有看到她送咖哩海鮮球給她吃 妳親眼看到嗎 因為那是我們一起主持節目 很抱歉 好 我要看KID在康熙的畫面 各位這位KID 我們歡迎她 他們好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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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康熙其實沒有來賓狗奔過 妳現在要不要幫我們 突破這個技術 我們會幫妳打馬賽克 轉心成偶像了 所以沒辦法脫 那等一下恐怕 就沒辦法幫妳們宣傳新節目 沒有脫 好厲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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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東西啊 節目還沒有宣傳完 怎麼就已經…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現在來到了太吉馬哈 太吉馬哈就是 印度最著名的地方 我們四個來到這邊的時候 全部的人都回想來這裡 然後… 典故背景其實都要講 好爛 你已經這樣放棄了嗎 已經這樣放棄了 其實我很喜歡看女生 把頭髮綁起來 對 後頸的線條 對 就很漂亮 內好… 你說她今天是不是很動人 就很想要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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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那個沒有打動你嗎 因為我很想要看她裸體啊 關注我的話 她就用 裸體跟你拍一張照片 然後發一個窩窩 真的嗎 你說現在嗎 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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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你們夠狠啊 Service 為了最厲害的團友閒 可以這種犧牲設想 老師 因為她唱歌感覺 她不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她有全名啊 Ease Ease的名字 Ease的名字 Ease的本名 對 那你在家裡叫這個名字的時候 到底誰要回答妳 就是會不同的那個頻率 譬如說我叫人是叫環璇 然後叫口是環璇 不一樣 不一樣 不是一樣 也會喜歡說真的 我也這麼覺得 我去哪裡 幹嘛 幹嘛啦 沒有啊 康熙叫我拍的啊 神經病 是不是太真實了 太好看了 是不是太真實了 太真的 我們怎麼會做這種事情 這完全是一個得獎購品 不是還在那邊 所以我會去哪裡 不是不太多 不是 ni 你可以去哪裡 她是女生的 是個喜歡的 你自己自己的 出扣至少 所以比較慢一點 遲到 目前遲到的時間是 比較KID 快一點 已經14分了啦 快一點啦 KID已經開錄14分啦 什麼錄嘛 你在七個人裡面 是排第六個到的耶 你可以比別的前輩晚這麼多嗎 因為我就想說 我可以省掉那個化妝的時間 那他們都是妝髮好 他們也沒有要花化妝的時間 對不起 不用錢 才14分 不用跪 我喜歡喝果汁 就是那種天然的果汁我都喜歡 那你喝果汁的同時 你一定要嘗試喝果開水嗎 KID跟甜甜 也進入最放鬆的狀態 KID很顯然是放鬆到完全睡覺了 而甜甜真是狠其默默的 看著KID熟悉的臉龐 真的好浪漫啊 甜甜想往這邊看 KID想往那邊看 可是又Stuck在這裡 這副畫的畫面就是卡刀音 對 就是卡刀音 就是十年之後 最有演藝圈地位的人 最有地位 我現在要告訴你們就是 你們兩位 每個人都得到酒票 你們沒辦法演唱 你們沒辦法演唱這個節目嗎 對不對 這就是我們十年後的演藝圈 我要轉台… 太扯了 在康熙脫衣服很多次耶 超多次的耶 而且 他是唯一脫褲子 而且脫這麼多次的人耶 而且第一次脫褲子也是真脫耶 而且我記得有一次 我在康熙總共脫了兩三次嘛 然後有一次是認受B2哥 還叫我說現場先停機一下 就是KID跟S姐先出來 就是我撐著 然後拍張照這樣 然後我就把那張 做成新年賀卡 就是在過年的時候送給大家 那張很經典 那張很經典耶 可是我完全忘記 妳第一次穿的那個 好像是火車人員制服的時候 她有脫耶 對 因為我每次都拿一塊布 等她前面 好可怕喔 妳當時真的有看嗎 以我的反應 我覺得應該是真的看到什麼吧 因為她從來不做假的啊 就這樣啊 對 我記得 而到底背後藏著什麼樣的引擎 讓他們一定要再次造訪康熙 又還會有哪些報銷內容 別錯過下集的康熙來了 好可怕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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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嗎 好可怕喔 摩擦 谢谢大家